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国的安德烈 这是一个在法广的单位服务的工作的一个记者 一个编辑 他长篇幅地登出了有关向天堂的证据 人们的宾死的经验 其实昨天他刚刚登出了另外一篇文章 就是人们在冥想的时候 其实在我们说人基本上处于半死亡状态的时候 他说这个时候人们的灵魂跟人们灵魂 真实的自己 跟大脑和四肢之间的关系 登得非常长 但他讲这篇文章实际是发表在法国的大报《费加罗报》上 它是从法语翻译过来的 我看过之后有点很似 因为它翻成中文不是很流畅 所以我们找机会会跟大家分享那篇文章 介绍的很简单 在今天的医学界 人们都在探讨的问题 就是到底真实的生命 人死了是不是死了 那一些医学家 特别是一些精神病理学家 一些心脏病理学家呢 都意识到一个问题 人死了 只是这块肉死了 但是发觉人死的时候呢 他真正的有另外一部分生命却是活的 而这个另外这部分生命是从这块肉上分离出来 没在肉身上 我们找机会会跟大家分享那个概念 那篇文章 这都是现在的世界著名的医生做的研究和发现 透过仪器能够测到 那就应对了中国佛家的说法 人就是个衣服 谁穿上是谁的 谁 什么叫谁穿上是谁呢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永恒的 但我们每一个生命的位置却不同 每个生命的位置的不同 正是它的直接受影响 是我们在穿上这块肉衣上的时候的 我们的所作所为将直接影响到下一次我们穿什么衣服 这就是佛家里说的轮回转世 所以有些人作恶了脱成成畜生 下回做牛弄做马 有些人去许愿 明白的人说轻易的别许愿 许完愿下回真成那东西 说谁对你好 下回我要是个女人我得嫁给你 瞎了 瞎辈子媳妇没准就是你 但如果那个人咱就开玩笑 如果那个人当时作恶了 作恶事做太多了 下回弄匹马 他脱身成马的话 搞不好你也轮上一匹马去 咱就说这意思了 就是说 我们现实的生活的环境的一切 跟我们这人的肉身这一切的一切 它是等同的 所以我们能够看见电视 电影 我们不能够开汽车 但是呢 所有这些东西 你会发觉它也都死掉 老化 跟这块肉一样 可是我们的精神的层面 灵魂的一面 是不死的 灵魂的那一面 能够当你脱开肉身的时候 肉体的时候 就是我们说的 这人瀕死惊艳了 正向的医生研究 他能看得见这个氛围 可是这个氛围生活的人 看不见他 看不见你 所以就说没有后悔要 别干缺德事 没有后悔要 当一旦你明白的时候 你哭 你爱咋哭咋哭 但为什么人说 你要对你的所作所为承担呢 因为透过人的道理 今天人间所留下来的文化 中国的文化 跟大家描述 跟大家一再讲过 我们说的最普通 不用说那么高深 不用说那么什么 这文学院毕业的那 不用 中国的名山 除了道观就是妙 中国留下来的古董 都跟信仰 佛家道家有关 几乎都是 对不对 佛家里著名的东方的音乐 佛家里出来的音乐 包括当初印度 佛教出来 释迦摩尼佛出来的时候 整个印度最大的图书馆 就是叫图书馆 就在庙里面 而西方的音乐 却跟教堂 跟宗教直接有关系 我开兰博尼 缺心眼 就是缺心眼 我爹是李鹏 缺心眼 真的 而这么多人说 他爹是李鹏 这爹是李鹏的话 李强的话 李刚的话 爱啥啥了 然后就如何如何了 就是为你的灵魂造业 为你的灵魂下地狱 奠定基础 而为什么一直讲说 迫害真正信仰的人 将是非常邪恶的 迫害真正信仰的人 你将麻烦 他有信仰 就在他心目中 有他心目中的 人与神 与佛之间的关系 你迫害这些信仰者 你就直接挑战 他所信仰的神佛 有谁说信魔鬼 他说我信魔鬼的 马克思在写资本论 马克思在写整个那一套 共产党宣言那一套之前 他加入了撒旦魔鬼教 然后他就干了那些事了 但他没公开说 他不敢说 所以人的普世的价值 都懂得远离罪恶 远离魔鬼 要有心里 有心中信仰着神佛 但你去诅咒 去坑害那些 去辱骂那些 对你没有任何伤害的 信仰者的时候 你去哪 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 不是政治 什么都不是 是人 是人性 是人的生命 与另外空间 与神佛鬼魔之间的关系 站在这个角度看问题 我们印象很深刻 在我们跟大家介绍过的 有关那些 有过宾死经验的人 特别是洋人 他说上了天堂了 他见到了光明 所有描绘那样的概念的时候 他都说非常的平静 非常的平和 让人非常的安静 整个这生命是一种解脱 对他来讲 对人来讲是死 但是对他来讲 觉得却是一种归属感 一种解脱 对吧 这是我们在很多节目当中 包括朋友们看文章当中 包括甚至你自己的很多经历当中 都经历过的 平和 一种光明 一种现实的生活中 我们看到的也是赤城黄绿青蓝子 但是他的色彩非常的柔和 不会使人烦躁 不会使人狂躁 不会使人贪婪 那就是描绘着神国的世界 那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 其实我们一直跟大家想呢 保住自己的佛性 就是保住自己这善良的一面 而这善良的一面和佛性的一面呢 其实在现今的文化当中呢 我一直跟大家讲 有 就在你身边 就看你眼睛 就看你内心的感触 好的东西 机不可失 失不再来 一而再而三的失去 是你自己 耽误你自己 神运艺术团 在明天 在加拿大的 多伦多的旁边的一个 附属的城市 密西沙加 开启了演出 这是在整个北美 包括欧洲和亚洲的 第一场演出 那现在 神运艺术团的其中的一个团 国际团 在阿根廷的 布伊诺斯阿里斯在演出 那我自己也没看过 今年的演出 那网上呢 他出了一篇文章 他就把阿根廷人 看过演出之后 他们的感受 跟大家分享 那文章写得非常的长 我很可能呢 我们会分成上下集 我跟大家声明了 我也没看过今年的演出 那那些看演出的人呢 有些人看过原来的演出 有些人也是第一次看演出 那他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那人们看过演出之后的感触 是什么呢 文章题目这么说 神运 阿根廷第二场演出 沸腾守护人类的传统 美德的福音 其他前头的描述 咱们不讲了 咱直接冲具体的人的感受了 第一个他介绍的是 著名电台的主持人 叫做杰尔摩 他是带着学医音乐的女儿 来看演出的 他上来表示 演出非常的壮观 而且不同凡响 我真的是被感动了 他说 我知道在中国有很多神话 我也读过相应的一些书 但是在了解中国上下千年的艺术 还是看神运 在神运中 我学到了更多 那除了描绘一些 他的 比如说音乐啊 舞蹈的动作啊 这些呢 因为在我们原来的节目当中 描绘非常多了 我想在我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他们精神层面 心灵层面 他们的灵魂 真实生命的层面 在这一场演出当中的感受 我觉得这是真实 这是一种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呢 是每一个人 其实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是我们真实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作为电台主持人 他讲说 最让他感动的一个节目是 一对异国妇女 到中国旅游 在天安门广场 父亲正要在一群 打坐的人前面 给女儿照相时 有一些人开始攻击他 和自己的女儿 还有那些打坐的人 他说真的是让我很震惊 非常具有表现力 表演的非常的传神 这是在天安门广场 发生的一个真实的事情 不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那这么多年来所发生的 真实事情的 一种舞台上的展现 另外一个是舞蹈演员 那他是这么讲的 所有的女演员那么漂亮 女演员的一举手一头足 像蝴蝶一样的轻盈 非常的漂亮 这种漂亮是一种来自 内心的内在的美丽 感受到演员内在的精神 演员们内在的精神 透过肢体表达出来 使得自己内心的境界 与身体本身的动作 融为一体 那作为舞蹈演员呢 他自己做出了一个 舞蹈上的动作 那这是我们看到 他接着描绘说 我自己内心中怀着感恩 观看神韵本身 是一种非常的享受 我感受到 这是一种精神的升华 我感觉到 我整个人 是一种轻飘飘的 是一种平静 我感受到 中国文化当中的 天人合一的精神 另外一位著名的艺术家 他是这么赞叹的 他说我非常欣赏 神韵演出中 艺术家们 所表现出来的 自律和协调 那这种自律和协调 在整个舞台当中的展现 表现出非凡的吸引力 紧接着讲说 我听不懂歌唱家 演唱的歌词 但是我透过 天幕上的歌词的翻译 我了解到 在整个歌词当中 提到的对天上 对神仙的那种向往 那种崇敬 对自然和生命的激情 我感到非常的感动 因为整个这一切 是人内心中的升华 刚才前面我们几个提到的 都是文艺界 艺术界的人士 那下面他提到了一位法官 他说阿根廷联邦法院 第九法庭的法官 现任律师 叫做拉玛德里 他看过演出之后 赞不绝口 对内心深处 被神韵触动的部分 他形容 那是无法形容的感觉 那是非常的喜欢 非常的美好 内心中感到一种 非常愉悦的那种心情 我懂得 神韵在传达着一种信息 是非常明显的 表现力非常好 完全没有任何的隐藏 展现最真实的一面 一点都不夸张 那神韵描绘着什么呢 天地人 佛国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现实生活当中 什么是邪恶 什么叫恶 为了利益 为了自己 为了贪欲 甚至为了一碗饭 他可以出卖自己的心灵 出卖自己人性的一面 最后他直接讲说 他说 我会告诉我所有的朋友 让他们来看神韵 因为这完全是超乎 我们每个人所想象 坐在这儿想 无论站在自己的 任何的角度去想 都是瞎想 瞎想与瞎想呢 发音稍微差一点 对吧 但是甭管是瞎想 还是瞎想 都没用 你买张票去看 因为被乐意采访的人非常多 而且这些人呢 在这个阿根廷呢 应该是有头有脸的任务 那所以呢 这期节目呢 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 我们要分成上下集 那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呢 是上半部分 那一会儿我们跟大家介绍下半部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